薛松要修的锅炉在一座八角形的南木大塔上 这座大塔又在一个新月形的半岛的顶端 这个半岛身在一个荒芜的湖里 在湖水的四周没有一棵树 湖里也没有一棵芦苇 只有金色透明的湖水 正午时分 塔上金色的琉璃瓦闪着光 我以为这是很美丽的景色 但是薛松没有看风景 他走进了塔里 在塔的内部是一个八角形的天井 有一道楼梯盘旋而上 直抵塔顶 这是很美丽的建筑 但是薛松也无心去看 只顾时级而上 在塔的每一层学院里的姑娘们 在打棋谱研究画法 谈着古琴研究音律 看到有个男人经过 都停下来看她 这都是些很美丽的女人 但是薛松也无心去看 一直登到塔顶 去看那个坏了的锅炉 这是因为 这台坏掉的锅炉 说实在的 这算不上是一台锅炉 只是一个大肚子茶炊 是金铜铸成的 擦得光可见人 这是她的一块心壁 是来自内心的奇痒 在茶炊顶上 有一具黑铁制成的送炭器 是个马鞍凳子一样的东西 用来把炭送进炉堂 这个东西前不久刚修理过 现在又坏了 在折断的铁把手上 留下错过的痕迹 这是破坏啊 问题在于 谁会来破坏一具茶炊呢 薛松直起身来 看着塔里来来去去的女人们 在这些女人中 有一个爱上她了 所以那女人总要破坏茶炊 让薛松来此修理 现在的问题是 那女人是谁 在塔里那些 像月亮一样美丽的姑娘中 她是哪一个 在我已经写过的女人里 她又是谁呢 我依稀觉得 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戏里的每件仪器我都修过 这不说明别的 只说明历史戏 拥有一批随时会坏掉的破烂 考古实验室的主任 是个有胡子的老太太 我看过一台仪器之后 说道 旧零件不行了 得买新的 她对我说 你把行口写下来 我去买 我二话不说 背起工具包就走 因为我觉得 她不让我去买零件 是怀疑我要贪污 这是对我 人格的羞辱 这样走了以后 她更加怀疑 我要贪污 对于羞辱这件事 我有这样的结论 当一件羞辱的事 降临到你的头上时 假如你害怕羞辱 就要毫无怨言地接受下来 否则就会有更大的羞辱 但这是真实发生了的事 不是故事 有一次 在我的故事里 我走上了一座高塔 去修理一座茶摧 在这座塔的内部 到处是一片金黄 金丝楠木座的护壁 楼梯扶手 还有到处张挂的黄缎子 表面上富丽堂皇 实际上俗不可耐 相比之下 我倒是喜欢塔顶上那片铁 它平铺在增亮的茶摧下面 身上堆满了黑炭 这种金属灰溜溜的 没有光泽 但是很坚硬 不漂亮 但也不俗气 我走上陡峭的楼梯 从喧嚣的声音中走过 这些琴 色 声 管 假如单独奏起来 没有人会说难听 但是在一座塔里混成一团 就能把人吵晕 我又从令人恶心的香烟中走过 这些檀香 色香 龙弦 冰片 单独闻起来都不难闻 混在一起就叫人恶心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姑娘 单看起来个个漂亮 但都穿着硬邦邦的黄段子 描眉画木乱糟糟地挤在了一起 就不再好看了 在这座大塔的天井里 正搅着一道黄色炽热的旋风 我虽然是从风边走过 但是已经感到头晕了 在那片黑铁上 紧靠着茶崔有一道板杖 板杖下面放了一个大板凳 有个姑娘坐在上面 她可没穿黄段子 几乎是全裸着的 双脚被铁锁锁住 仔细一看 她不是自愿坐在这里的 她身后的板壁上有个铁环 又有一道铁锁 套住了她的脖子 把它锁在了铁环上 还有一根大拇指粗细的木棍 卡在她的嘴里 后面有铁骨勒住 至于双手则被反锁在身后 这个姑娘闭着眼睛缩成一团 在热风里出着汗 浑身红彤彤的 好像在洗桑拿玉一样 这里是全楼最热的角落了 因为热气是上升的 悠悠填满了红炭的茶碎 在烤着 她的脸上没有化妆 头发因酷热而干苦 看不出是不是漂亮 但是我以为 她一定是漂亮的 因为她是这样的不同凡响 陪我来的老前婆介绍说 学院里规矩森业 这个姑娘犯了门规 正在受罚 我顺嘴问道 她吃豆子了吗 随着我的声音在板壁间响起 那个姑娘朝我睁开了眼睛 张开嘴巴 露出舀住木棍的两排整齐的牙齿 朝我做了个鬼脸 与此同时 老前婆也宣布了她的罪状 破坏茶碎 这种罪名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内 在那个老前婆的监视下 我解开了脚上套着的白布口袋 踏上了那片黑铁 套着两个口袋 是要防止我这俗人污染了学院神圣的殿堂 顺便说说 我给考古士修东西的时候 脚上倒不用套袋子 只是要穿白大褂 把沉重的帆布工具袋放在黑铁上 就在这个时候 那双被铁链锁在一起的脚 对我打出了一个手势 左脚把右脚抱住 在指缝间透出一根足指 上下摆动着 这是一条马尾巴 我知道这是在讥笑我的袋子 说它像是个挂在马尾巴下面的马粪袋子 这个帆布袋子上满是污渍 不用它说 我也知道那袋子像什么 对于这种恶毒攻击 我也有反击的手段 我用左手比成一个马头 把右手的食指放到马嘴里去 这是比喻它像马一样带着咸口 然后我拿着一把扳手站了起来 假装无意地看了那女子一眼 只见它正做出个苦脸 假装在哭 这就是说我的比方太过恶毒 她不喜欢啊 但是转眼之间 她脸上就带上了娇笑 憨情默默地看着我 我不动声色地转过身去 开始修理茶摧 如前所述 我早就知道过路会坏 坏在哪里 所以我把背件带了来 但是 我并不急于把它修好 慢吞吞地工作着 那个老前婆 耐不住高温说道 师父 您多辛苦 我去给你倒杯茶来 就离去了 假如我真的相信她会给我倒茶 那我就是个傻瓜 此时 茶炉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正午时节 那位白衣女人在我的房间里 看我的稿子和我聊天 这使我感到很幸福 一点半以后 我们那位戴白边眼镜的领导 就出现在院子里 不顾烈日当头和院子里的恶臭 来回徘徊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夺步的路线朝我门口靠近 等到两点整的时候 她干脆就是在我门前 跺着脚绕圈子 有点脑子就能猜出来 她这是告诉我们 上班的时间已经到了 应该开始工作了 不用脑子你也能猜到 她就是我故事里的那个老前婆 因为她的催促 白衣女人只好从我这里走出去 回到自己的屋里 在我的故事里 离去的却是那个老前婆 我马上扑到那女子面前 迅速地松开铁锅 她就把那根木头棍子吐了出来 还连吐了两口唾沫 说道 对 哭死了 你猜那是根什么木棍 黄莲树根 学院派整起人类可真有些本领 然后我就把这个浑身发烫 头发蓬松的姑娘抱在了怀里 一面亲吻她的脖子 一面松掉她脖子上的铁锁 让她可以站起来 然后轻轻咬着她的耳朵 抚摸着她的乳房 这个地方比平常柔软 她说 天热 缺水 蔫掉了 我马上拿出木头水壶 给她喝了几口 又往蔫掉的地方浇了一些 现在我看出这姑娘 已经不很年轻了 嘴角有了皱纹 脖子上的皮也松弛了 但是只有这种不很年轻的姑娘 才会真正美丽 我像一个夜间闯进银行的贼 捅开他身上的一重重锁 看来学院真是不缺买锁的钱 这个世界上没有捅不开的锁 只是多了就很讨厌 转到她的后面才能看到 那一串锁就像是那种龙式的风筝 把所有的锁都捅开之后 我就可以和她做爱 在这个闷热肮脏的茶炉尖里打干一场 为此我摊开了工具袋 她也转过身去 蹲了下来 让我在她的后背上操作 不幸的是 这一串锁只开到了一半 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她笑声嚷道 别开了 快把我在锁上 于是又开始了相反的过程 而且是手忙脚乱的 但是上锁总比开锁容易啊 把那个木头咸口放回她嘴里前 我和她热烈地亲吻 她的嘴很苦 黄莲树根的味道不问可知 等到那个老前婆走进茶炉尖的时候 那女子已经在板凳上坐下 我也转过身去 面向这茶炊做修理之状 如前所述 我早就知道这茶炊要坏 而且知道它会坏在哪里 所以带来了背剑 但是现在找不到了 怎么会呢 这么大个东西 这么点地方 我满地乱爬着找 忽然看到那双被铁链重重缠绕的脚 在比划着一个手势 右脚的大脚趾指向着自己 这下可糟了 那东西锁在那女子身上了 现在没有机会把那被剑再拿下来了 白衣女人离开之后 领导继续在我门口徘徊 谁都不喜欢有人在门口转来转去 所以我起身把窗子全都打开 让她看看我屋里没有藏着人 但是领导不肯走 还在转着 与此同时 臭味从外面蜂拥而入 所以 我只好关上窗子 请领导进来坐坐 他假作从容地咳嗽一声 进了这间屋子 在白衣女人坐过的方凳上坐下 我也去写自己的小说 直到她咳嗽了最后一声 她咳嗽每一声 我就从鼻子里哼一声 这样重复了很多回 在此期间 我一直埋头写自己的小说 她清了清嗓子说道 看来我们需要谈谈了 我头也不回答答道 啊 我看不需要 嗓音尖刻像个无赖 她又说 请你把手上的份放一放 我再和你说话 我把句子写完 把笔插回墨水瓶转过身来 她问我在写什么 我说是学术论文 她说能不能看看 我说不能 就是领导 也不能看我的手稿 等到发表之后 我自会送她一份的 随着这些迷天大晃的出笼 一股奸邪的微笑 在我脸上迅速地弥散开来 看来 我不是个良善之辈啊 我又把自己给低估了 领导和我谈话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 我不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小宇宙 在其中不仅有红线 有薛松 有小妓女和老妓女 还有许多别人 举个例子 连她自己也在内 但不是穿蓝制服 戴白边眼镜 而是太阳穴上贴着 小高要的老前婆 假如她发现 自己在和如此庞大的 一群人说话 一定会大吃一惊 除此之外 我还是相当广阔的 一段时空 她要是发现自己 对着时空做思想工作 一定以为是对牛弹琴 除了时空还有诗意 骂的 她怎么会懂得 什么叫做诗意呢 除了诗意 还有恶意 这个她一定能懂 这是她唯一懂得的东西